文将施华 试图帅当家,像凯撒这般,能在一家俱乐部出任主帅三年的,已经是极为罕见了,不过,在很多事情渐渐浮出真相之后,不难发现,关于凯撒的不足,坊间议论较多的是联合球员赶走拱小斌,执教能力不足,锻炼年轻人不够,管理松散等几大问题,当然,目前看来这些问题,由凯撒充当替罪羊是最好的局面,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,比如拱小斌的下课,矛盾的焦点在于丁燕宇航曾经在某场比赛中,因为裁判的判罚公开顶撞过拱小斌,然后那个赛季之后拱小斌下课了,于是就有了凯撒联合球员,赶走拱小斌的说法,其实这个问题经不起推敲,拱小斌另外一个身份,是省体育局篮管中心副主任, 说白了是体育局在当时高速俱乐部的代表性人物,在此之前针对拱帅的下课,据说是高速俱乐部高层征求了球员的意见,其实这只是一种表演的道具,因为就主帅下课针对球员的意见, 这本身就显示出俱乐部高层,已经对拱小斌失去了信任,或者说高速俱乐部并不希望体育局的官员绝对的控制球队,于是才有了拱小斌的下课,凯撒或者某些球员,才看清了俱乐部高层的目的之后,或许只是顺水推舟而已, 再比如执教能力不足,方间都说凯撒其实职业不是篮球教练,而是练拳击出身,这更经不起推敲,高速南篮在业余,也不至于蠢到请拳击教练执教南篮的地步,至于我们看到了战术单调球星单打而已, 在虽然出任队长丁燕宇航出任副队长之后,确立丁燕宇航的主打地位,我想这也许不是凯撒一个人的主意,他只是执行者而已,当小丁单打确立之后,战术难免会单表一些,而且毕竟凯撒执教的三个赛季,山东队还是年年打进了季后赛,虽然说不能说超越了前任龚小斌,但也至少不比龚小斌差, 事实上,如果14-15赛季山东南篮能够打进季后赛,龚小斌也许不会下课,第三个问题是锻炼年轻人不足的问题,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去看,首先站在体育局的角度,是希望锻炼年轻人的,毕竟体育局的重点是全运会,而高速俱乐部肯定是想着联赛出成绩甚至夺冠,全运会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毛毛雨而已, 凯撒是俱乐部主帅,他肯定为俱乐部的命令适从,至于最后一个赛季,凯撒想锻炼年轻球员都没机会,因为山东体育局将青年队打包卖给了安徽文一,除了朱镕镇之外, 山东高速俱乐部已经不可能从山东青年队获得优秀年轻球员,这样的断血行为直接导致这个夏天,山东队训练人数不足,这也许是高速撤资的原因之一,凯撒拿着俱乐部的薪水,自然听从剧,乐部,这无可厚非,第四是管理松散的问题,表面上看是这样, 山东南蓝的球星女友不仅在主场是一道靓丽风景,而且还能随队去客场,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葩的存在,但是把账权算在凯撒身上也不公平,主教练的主要职责,是球队的训练和比赛,而不是持喝拉撒睡,俱乐部,有总经理,也有领队,管理的问题应该是他们负责裁队,把脏水圈泼在凯撒身上,不合情理, 当然,简言之凯撒能在高速俱乐部出任主帅,就是因为他完全听从于俱乐部,而换了新东家之后他之所以下课,是因为西王俱乐部,目前和体育局关系处于蜜月期,说得直白点,现在球队的控制权,重新回到了体育局手中,这时候凯撒自然在山东主帅的位置上待不下去了, 季敏尚自然也成为体育局在俱乐部的另一个代表人物,犹如山东黄金时期的龚小斌一样,开仨下课,不过是俱乐部和体育局博弈的牺牲品而已 本来は继续的已写吧 其实他们是继续的王 sandwich 感谢观看